迪士尼乐园是宣布调涨年票 Annual Pass以及部分的名票 尖峰日跨园Park Hopper 单日票首次突破了200元 虽然每一次的涨价 都有人痛骂是信誓旦旦的说 再也不去了 但是身体却是最诚实的 每年迪士尼游客们是每年不减反增 门票越贵 园内排队的长楼越长 迪士尼乐园或者是加州冒险乐园 California Adventure的单日门票 现在根据尖峰实况分成五个等级 这一次的调幅最高达到了5% 价格从104元起到209元 迪士尼乐园的精选年票Select Passport 是最便宜的一种年票 从399元涨为419元 涨幅为5% 最贵的高级年票Premier Pass 可游玩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从1949元涨到了2199元 涨幅为13% 另外还有豪华年票Deluxe Passport涨为829元 涨幅是4% 包括了免费停车的招牌 年票Signature Passport涨为1199元 涨幅也是4% 迪士尼乐园还有加州冒险论员 另有南加州游递区号 9万至93599三天的特惠票 至5月18日为止 单元的特惠票为3199元 而跨元的特惠票则是3254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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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